回到新闻现场 关心的是周一开学日却上演了惊魂记 因为新北市三重 一名小异的女童在放学时 学校后门等阿嬷来接她下课 没想到被一个老翁给盯上 要抢拉她离开 女童是拼命的反抗 事后家人来报警 老翁到案后只说 我认错人了 白发苍苍步履满山 老翁步行回家看起来有点慌张 因为他几分钟前被职集开学日下课后 竟强拉一名别人家的女童 找大批家长包围 当时这名小异的女童却是站在学校后门的这个位置 要等阿嬷来接她 但没有想到一名六旬老翁却突然出现 强拉她的手 要让她带走 无论她怎么大喊 爷爷你认错人了 都没用 爸爸一听到这件事吓坏了 立刻报警 还在脸书上po文提醒大家要小心 说女儿在三重某间国小的后门 放学时找到一名老翁强拉 女儿告诉她不要拉 老翁还继续诃骗她 说知道阿嬷在哪条巷子要带她去 事后见阿嬷到场 老翁则变成认错人 因为女童的包包跟外套和孙女的真的很像 要接受小孩真的很难吧 你认不出你的孙子吗 不可能吧 你是他的爷爷 小孩都已经大声说 我不是你的孙女我也不认识你 那请你放手 会啊 怎么不会 而且这件事情早上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各个社群 各个版面FB应该大家都传得飞飞扬扬的 老翁监称是乌龙 警方进入调查后发现阿贝仲廷 而两名女学生都是单眼皮 眉眉头 戴口罩 背着粉红色包包 由于老翁的亲孙女换安亲班 早就从前门离开了 老翁疑似不知情 在后门误认别人家的孙女才引发这场意外 就算是认错也让家长心惊惊 因为这一间国小去年也发生过类似事件 消防火速发声明成立应变小组 承诺会加强巡逻 确保孩子们的安全 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九里彩山娱乐围场报道